亚运贵女排小组赛第三轮 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两位队长朱婷和金软景 时隔三年后再次在国际赛场相遇 最终 中国女排以3比0取胜 朱婷独得18分 进攻成功率高达58.33% 称得上是中国队取胜的最大功臣 赛后 杨氏对金软景 进行了一段轻松有趣的采访 加上此前对朱婷的采访 传插到一起令人彭富 众所周知 朱婷刚出道时金软景正如日中天 他也因此将其视为自己的偶像 这次 杨氏记者在比赛前一天问朱婷 之前你的偶像是金软景 现在呢 朱婷响了响后笑着回答 现在还是他 第二天 当记者帮忙传话给金软景时 惊喜惊喜的表情亮了 似乎觉得难以置信 真的吗 现在还是吗 金软景还表示第一次见到他时 就觉得朱婷不错 还对他提供了帮助 不过我以他获得领约奥运会MVP之后 就改变主意了呢 为什么现在还是我 我感到很高兴 就朱婷和金软景的问题 节目还采访了朗导 如果金软景和朱婷都在中国队 那会怎么样 朗导说 那我们必定还会再拿世界冠军 如果这两人只能选一个执教呢 朗导笑了 当然是国际朱 毕竟是亲闺女啊 记者还采访了两位哈萨克斯塔女排队员 请他们对比一下朱婷和金软景 两人都认为目前的朱婷更为出色 从对手到朋友 金软景和朱婷 间的情意令人感动 金软景本场表现不佳 此后朱婷似乎也在有意维护自己的偶像 朱婷表示 中国队在进攻端的高校和发球轮的强势表现 让省力变得水到渠成 他希望大家能弱化他与金软景之间的个人竞争 金软景则表示 自己已在赛和握手 是向朱婷表达了祝贺 他希望中韩在决赛重逢